雷雷和乔乔 生活多美妙 她是雷雷 她是乔乔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 抽了15年烟的我是怎么一招戒烟的 我也很好奇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 我没告诉过你吗 从17年前开始抽烟 我抽到了2018年 我抽了15年的烟 最早呢 就是因为上大学被寝室的同学怂恿 你其实都比较好坏呀 意志力比较薄弱 在这个漫长的15年烟民历程当中 已经无法总结我抽了多少烟 你抽烟最终的时候 一天差不多要一包烟 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就成功戒烟了 我是怎么戒的烟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我起得非常早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窗外 我本来是想拿起一个烟抽的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抽烟 抽烟能带给我什么好处 答案马上就有了 抽烟带给我的就是浑身难闻的味道 走到哪里别人一下就能闻出来 你身上那种难闻的烟味 第二个 有时候早上起来会干呕 我觉得是因为你抽烟会有那种烟炎 慢性烟炎 嗯 我自觉的 干呕特别恶心 第三个 还有一些我看不见的隐形的一些健康问题 我发现原来抽烟只能带给我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嗯 那我为什么还要抽烟呢 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的东西 我为什么还要去做 于是当时我就决定 不再抽烟 我那会儿还是怀疑的 18年的时候不是他第一次戒烟 在之前我忘记的是哪一年 他也说过要戒烟 但他每次戒烟都很成功 所以我就觉得 随便说说肯定就不成功 后来他就戒 他就真的戒掉了 而且还很快 我觉得好奇怪 你说这个挺对的 就是很多戒烟的人啊 都不是一次戒成功的 经历了很多次 当然我这个算是幸运 我属于第二次吧 就算 我刚才说到 回忆了一下 抽烟给我带来的好处 没有 带来坏处好几个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正好我觉得自己 身材有点胖了 有点肚子 我当时就想 开始健身 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 就坚持了两年多 我觉得是健身填补了 你不抽烟的那个空白 在健身的时候我就会想 你为什么健身 你肯定是想要自己身体 变得越来越好嘛 对吗 健身能让你感到 健康的一个重要性 会让你自动的远离 不健康的习惯 其实我也要检讨 以前我如果出差的话 我还会买那个地方的烟给他 我现在想 我怎么都会杀着我 对 所以我觉得戒烟的话 比如说朋友和家人的监督 也许会有一定的作用 作用不大 哪个家里人希望自己 亲人抽烟 都希望自己亲人戒烟 对吗 所以家里人的劝阻 我觉得没有任何作用 全在自己内心 问自己那两个问题 有人说男生抽烟是一种社交的方式 就是你们可能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 大家聚在一起都抽烟 别人都抽就你不抽 你会觉得被排挤 不会 不是说你必须要抽烟才行 而且大家能聊那块才行 戒烟没有显得那么难 你也能做到的 不要觉得自己抽了很多年盐 这辈子离不了他了 不会的 很容易就能把它引脚 剔开千里之外 而且戒完盐之后 我感觉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挺好的 快把你的香烟扔掉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吧 雷雷和小巷 会有更多 更多你感兴趣的内容 拜拜 下次再见